肉品的儀表板 上面看到我们台湾自产的猪肉 市场的占有率都相当高 表示我们国人对国产的猪肉 相当有信心而且喜好 然后购买习惯也都看得出来 外销也有竞争力 看到12个国家进口的数量 美国占比不高 那到现在为止 进口的美猪都没有含莱克多巴胺 那请教院长 说明一下我们政府在检验 这个上面如何把关 委员非常清楚这些数字 我非常谢谢 确确实实 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喜欢吃本国猪肉 众算总统开放 说复合国际安全标准的美国猪肉进来 台湾人也没有增加去吃 反而自己本身的猪肉 从九成多的市占率提升到九成三 反而增加 第一点 第二 猪融的收入反而增加 第二点 第三 我们之所以总统要宣布这个政策 是要向国际说 台湾要走向国际 要参加国际组织 我们东西要卖你 你的东西也可以来 自由的 我们都照这个自由的规案 第二 我们在在跟国内保证 我们一定 严格检查 维护国人健康 绝对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第三 我们给国人同胞报告 我们的凤梨 我们的四家联屋 销世界各国 人家都没事 中国突然说我们的不行 你看国人多么生气 所以我们如果讲美国的不行 美国猪肉是销底吧 是毒株 美国一定很生气 你看AIT的处长 都出来讲话说 我自己吃 我也给我的孩子吃 你看他是多生气的话 所以 我们觉得今天 大家应该理性思考 也应该让台湾能走出去 台湾是贸易立国 我们一定要跟国际同步 这一点 我相信委员刚才举例很清楚